为抗日牺牲的美女护士用石头打死日本军官 已还数十年才硅谷里 1938年日军大举进犯台而装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 都是轻武器且质量较差 和日军的重武器和各种精良装备 不可相比弹军敏一新 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怕死的精神 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场战斗极为惨烈 双方式横遍也血流成河 当时负责救治伤员的卫生兵中 有一个年仅18岁的女战士 叫刘守温她是长沙州南女中的毕业生抗日战争 全面展开 以后她自告愤勇加入第22军的女学生 卫生队奔赴前线参与抗日 她所在连队在台儿庄东消遭 与日军袭击连队奋勇反击 在战斗中连长不幸重担 刘守温正要上去抢 就一个日军军官冲上来挥刀 扛死 我连长刘守温抓起身 旁的一块石头高高举起 狠狠砸向日军军官的头上 日军军官脑浆泵裂当场死亡 刘守温刚松了一口 气身后飞来一颗子弹 击中了她她昏迷后 被战友就走送到附近伤病站 但因为失血过多 刘守闻还是牺牲了临死前 她掏出一张照片 两块银元和一封信 交给照顾她的村民的祖母 让她转寄给自己的父母那位 祖母把信放进箱子 底下就去逃难了 中途发现箱子因进水 已经把信进尸揍了地址 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信的大意是说女儿参军抗日父母 还不知道 现在恐怕牺牲在他乡为国圈 需父母不必被伤献计来求学时 所拍照片作为纪念 因为没有了地址 祖母就一直把银元和照片 珍藏在身边中间虽然多次想法 寻找刘守闻的父母 但终究一无所获 临终前 她把刘守闻的遗物交给孙子告诉她 一定要接着寻找刘守闻的家人 完成她的遗愿 她的孙子继续寻人之路 后来在学州媒体的帮助下刘守闻的照片 被翻拍了150多份 分击给长沙各地的媒体和公安机关 最后还是毫无 结果2004年 刘守闻的遗骨被一回家乡 安放在长沙革命烈士陵园 女人熊的遗骨总算回家了